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妙法莲花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 二十佛告常经经菩萨摩赫萨 若善男子善女人 受持世法华经 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 世人当得八百眼功德 千二百恶功德 八百鼻功德 千二百舌功德 八百身功德 千二百义功德 一诗功德 庄严六更 皆令清静 师善男子 善女人 父母所生清静肉眼 见于三千大千世界 内外所有三陵河海 下至阿比地狱 上至游顶 亦见其中一切众生 即夜阴缘 果报牲畜 西界西枝 耳时世尊欲重宣此意 而说济言 若于大众中 依无所畏心 说是法华经 如听其功德 世人得八百 功德书胜也 一诗庄严固 其母圣清静 父母所生也 西界三千界 内外弥楼山 虚弥即铁围 并诸于山林 大海江河水 下至阿比域 上至游顶处 其中诸众生 一切积西界 虽未得天眼 肉眼力如是 父赐 长经静 若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此经 若读 若诵 若解说 若书写 得千二百耳功德 一诗清静耳 闻三千大千世界 下至阿比地域 上至游顶 其中内外种种语言 若语言声 项声 马声 马声 牛声 车声 啼哭声 愁探声 罗声 鼓声 钟声 灵声 笑声 雨声 男声 女声 童子声 童女声 法声 非法声 非法声 苦声 乐声 凡夫声 圣人声 喜声 不起声 天声 龙声 夜叉声 前踏婆声 阿修罗声 嘉楼罗声 锦纳罗声 魔侯罗切声 火声 水声 风声 地狱声 畜声声 恶鬼声 比丘声 比丘尼声 深闻声 辟知佛声 菩萨声 佛声 以耀言之 三千大千世界中 一切内外所有诸声 虽未得天耳 以父母所生 清净长耳 皆惜闻之 如是分别种种音声 而不坏耳根 耳时世尊欲重新此意 而说济言 父母所生耳 清净无浊慧 以此长耳闻 三千世界声 像马车牛声 钟灵锣鼓声 琴瑟空喉声 消敌之音声 清净好歌声 听之耳不拙 无数种人声 闻兮能即了 幼闻诸天声 微妙之歌音 急闻男女声 童子童女声 山川贤谷中 嘉陵平且声 命令等猪鸟 西丸奇音声 地狱重苦痛 种种处毒声 恶鬼饥可逼 求索饮食声 诸阿修罗等 居在大海边 自共言语识 出于大音声 如是说法者 安住于此间 摇文是众生 耳不坏耳根 十方世界中 情受名相呼 其说法之人 于此西闻之 其诸泛天上 光阴及片境 乃之有鼎天 言语之音声 法师诸于此 西皆得文之 一切比丘重 及诸比丘尼 若读诵经典 若为他人说 法师诸于此 西皆得文之 富有诸菩萨 读诵于经法 若为他人说 传记解其意 如是诸音声 西皆得文之 诸佛大圣尊 教化众生者 于诸大会诸 言说唯妙法 持此法华者 西皆得文之 三千大千界 内外诸音声 下至阿比喻 上至有鼎天 皆闻其音声 而不坏耳根 其耳聪利固 稀能分别之 此事法华者 虽未得天耳 但用所生耳 功德已如是